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要到最近很喜欢的动画圣地巡礼 我内心的糟糕念头 动画的第四画出现过的便利店和警察局 是这次主要要去的地方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喜足这边来朝圣 那为什么会来这边呢 就是因为最近有在看一部动画 就是有戳到 然后我就想说来这边朝圣看看 就是主人公他们在这边的那些生活环境这样子 大概说一下他的大纲 就是说一个比较阴沉的男主 然后还有一个跟他性格相反开朗的女主 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校园内爱故事 然后他们也有内心的成长 那种就是一感到心动的那种青春的互动之类的 这里是动画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因为吃货的三天把自己的papiko分了一小口给四川 这看似普通的举动 会让人回想起学生时期的羞涩感 所以来这里的话一定要吃papiko体验看看 我们先去买那个papiko吃吃看好了 其实我没有吃过 所以我蛮好奇papiko是什么味道 就打开来吧 他没有卖耶 他里面没有卖papiko 我以为一般便利店会有卖 然后里面没有卖 其实是有的 只是我眼下看不到而已 不行啊 我们一起看一下 你看就在这边 之后他们就来到这里的警察局 从便店走过来 其实意外的还蛮近的 应该也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在前面 还蛮可爱耶 就像这样小小的 这里就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接着刚刚便利店后的故事 这里有些你测验的一小段 还蛮有趣的 餐田问喜欢的papiko口味 是科尔必士还是咖啡味 四川的回答是咖啡味 餐田就表示 咖啡味是指害怕改变的类型 某的话应该是科尔必士吧 因为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大家的话呢 是哪一类型的呢 像是在马来西亚啊 就是这个肚脐饼吧 传说啊 女生愿意把上面甜甜的部分分给你的话 就代表是喜欢你 就是这么的青色有没有 最后两个人就到达车站分别时 上天就把另外一整只的papiko作为回报 分给了四川 就是这样 哦 ちょっと待って 青一 开了 那就是一年半这样 这边怎么开启了呢 那边就拎着 酷? 指を引っ掛けて 握着 我来吃一下他们分给彼此的那一小口 嗯 还蛮好吃的 它是有点巧克力跟咖啡 可以 留意到 那你也帮我分给我的上司吃 はい 没想到到这个年纪了 他会和上司一起去papiko吃 好想哭啊 喜欢动漫 这是因为可以让心灵得到疗愈 身体巡礼 我想 也只有在日本可以体验到 进入未知的世界里 感受这动画世界的魅力 也让我期待着 接下来会探索的地方